大家好,炒芹菜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家常菜,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出饭店的味道,做的时候不是焯水就是直接下锅炒。难怪不好吃。今天我就把在酒店大厨那里学来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炒好的芹菜鲜香脆嫩,营养不流失,一点也不会塞牙。准备两块钱三斤的芹菜。像视频中这样,把芹菜的老筋一根一根的撕下来。 做这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哦,不然吃的时候就塞牙。处理好之后,把芹菜斜刀切成薄薄的厚片,这样炒出来的芹菜会更加的入味。切好装入不锈钢盆中。加入188粒食盐,把芹菜腌制一下,用右手充分的给它抓匀,放一边腌制一会。 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,用刀给它切成细丝。半根去皮的胡萝卜也切成细丝。切完装在一个盘子里备用。 再准备一些我老公爱吃的香菇,洗净之后撕成小条装入碗中备用。空碗中打入两个刚刚生产的鸡蛋,用一双黑色的筷子给它搅匀备用。 这个时候芹菜已经腌好了,腌过的芹菜吃起来会更加的脆爽。往里面倒入不要浅的清水,把芹菜表面的盐水给它清洗一下。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咸。 控水装入盘中。 胡萝卜丝也放进来,加入一勺油,这样水分不容易流失。 倒入蒸锅中,水开蒸三分钟。 蒸好之后,盛出来装入盘中。 蒸过的芹菜颜色更加的翠绿鲜亮,营养也不会流失。 处理好的蘑菇还有黑木耳。 需要放在开水中焯一下水,煮一分钟就可以了。 煮好捞出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。 把油温烧热,然后倒入鸡蛋液。 把鸡蛋液快速地炒熟炒散,然后盛出备用。 锅中油热,放入提前切好的葱白和蒜末炒出香味。 再倒入准备好的食材,大火翻炒30秒。 下面开始调味。 沿着锅边淋入一勺生抽,一勺白盐,一勺黄色的鸡精。 有条件的话,再加点蚝油提鲜,大火翻炒30秒。 最后倒入炒好的鸡蛋,翻炒均匀。 出锅前淋入一勺锅边醋。 翻炒5678下就可以出锅了。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,一个红星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 对我一个农村出来教做菜的,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今天这条你就免费点一个小星星吧,拜托你了。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小炒就制作完成了。 非常的好吃下饭,营养也很丰富。 过年的时候总不能都是大鱼大肉, 可以来上一盘家常小炒,上桌就秒光。 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,在家试试吧。